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饼妹 今天我制作了一个发面千层饼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制作出来才有层次才软啊 主要的呢 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做剂子 做剂子的时候你就像视频上这样 你看 把那个剂子里边那个气泡啊 一定要慢点水啊 用出来以后呢 那个擀的时候没有气泡了 然后擀的在里面 还有一个做剂子刷完油以后 你看像视频上啊 这个干面一定要撒 撒干面有助于粗层 然后如果不撒的话 这个层次肯定没有这个撒面的好 还有就这个收口 收口呢 一定要收紧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做完剂子 一定要醒了分钟再擀 如果不行的话 然后你直接把当做完的剂子 特别的硬 你使劲赶就赶死了 如果醒的时间长了呢 也不行 然后那个就省死了那个层 还有一个锅温 锅温啊 上下200度 锅温上下200度 不要调的温度太低了 太低了的话 然后那个烙的时间太长 包干了 包干了没有水分 然后那个饼就硬了 再就是这个刷油 一定要刷均匀 刷均匀以后色泽特别好 你看这层次多好 绝对出层次 你只要照着饼子做的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什么问题 应该层次特别好 一个是这个火候 咱说了 上下200度 刷油 刷均匀 一个是色泽好看 一个是口味好 这个发电机器也特别好说 不用说时间特别长 你只要是说那个剂子做好了 攒好了 层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 每一个层次绝对都特别好 看起来大股做好了 打柱子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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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别别别别切了 就 一定要亮一下 亮一下再切 切的时候呢 一定要刀尖 给它拉开 不要说使劲的用用那个刀啊 使劲往上按 那样也不行 反正就这几个重点 大家可以自己学着做 然后可以收藏起来 什么时候想做的时候 可以收藏起来 然后随时可以看 再就是喜欢姐妹 不要忘了给姐妹点点关注 我会给大家分享很多面试的制作方法 还有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呀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只要有时间 我肯定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大家 你就照顶没做呢 看这层次多好 特别的宣伦 口感凉了也不会硬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 不给妈的家